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 今天我们来做游戏 哈喽你好大家好 我是终于是终于中飘逸的尹 所有的Ctrl3在2021年9月7号新版本 R262的释出 将C3带入了一个新的分水岭 3D Camera这个功能 算是这几次改版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功能 有关于3D 其实3D Shape在2021年的4月初 R244版早就释出了 并且配合4月底R246中 ZELEVATION的功能 开发者已经可以开发出类似舞台剧的类3D游戏 这个部分我已经透过 Like Big Silver这个游戏 试作过相关的案例 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看一下这支影片 说回3D Camera这个Plugin 简单说就是让玩家可以透过 3D第一人称的视角进行游戏 好比说开发类似于 毁灭公爵、马里欧赛车 甚至是绝对武力CS这种类型的游戏 这一个改变将C3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高度 而这个高度 则是与类似的游戏开发软体Gensala 做出极大的差异性 Be well Gensala 过往当我在讨论多款 独立游戏开发者热爱的游戏开发软体中 总是喜欢拿C3跟Gensala做比较 一直以来 Gensala透过编译原生APP 在执行效能上 始终有着高于C3优异的效能 但随着硬体的升级 以及各家OS针对HTML的效能持续调校 毕竟C3的核心就是HTML5 C3在部分的游戏类型上 毫不说卡牌、回合策略、上帝视角ARPG等游戏中 其执行效能几乎与Gensala相距不远 两者之间相较于拔河的中线 正在往中场持续拉锯中 近些年 你可以看到C3卯足的干劲 疯狂地在功能面上持续进化 除了新物理原则的实作外 天生的跨平台特性更有助于开发者 部署游戏制多样性的平台之上 自从C3支援JavaSquibre后 更加大了开发者 执行进阶功能创作的可能性 WebGL的规格逐年被各家OS广泛支援 C3的团队终于敢于释放3D camera的功能 在几个经典的官方案例中 你可以看到 3D版的第一人称平台跳跃游戏 3D版的跑酷游戏 3D版的赛车游戏 以及上帝视角的3D跳跃游戏等等等等 如果说 今年4月份的3D Shape is the Elevation Lab功能 只是允许C3的设计者 设计出一些有趣的玩具 那么9月份的3D Camera则是让C3真的可以设计出具有商业价值的游戏 以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这件事情就是这么风骚 就是这么厉害 那么 这个新增的Project应该如何使用呢 首先 如果你之前已经使用过C3 建议你先手动删除部分的快取 在Chrome上面 连接至C3的Editor中 接着 透过F12呼叫工程模式 在Network的页签里 任一个网路资源 存取了UIL 按下右键 点选 Career Browser Cache 然后再重新读取这个页面 应该就能使用这个功能了 至于你要怎么确认这个功能是否被正确安装呢 你只要在Layout的任何位置 滑鼠左键连点两下 看看新增物件中 有没有3D Camera 就知道你的C3 Editor是否为最新版本了 这边先展示一下 我仅花了一个小时 真的就一个小时哦 我就开发完了这一个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 我知道这个小游戏画面不佳 毕竟素材我是透过PowerPoint画出来的 而且射出的子弹只能在同一个水平高度上射出 无法透过滑鼠指定到你想要的高度 不过我已经有用MOO2这个行为做了一定程度的子弹追踪了 纵然无法尽善尽美 但是在这里我只是想表达 透过这个3D Camera新功能 你可以在极快的速度下开发出一款3D游戏 这是多么令人惊艳的事情啊 那么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画面吧 玩家可以透过键盘的WSD前进以及转向 按下空白键或者是滑鼠左键 就可以发射子弹攻击敌人 当敌人受到5次的攻击 就会被毁灭 如果说敌人碰到玩家 游戏就会进入到Ulust的阶段 随便点一下画面 或者是按下任何的按钮 就可以再次进行挑战 简单的进行视角的优化 透过滑鼠的滚轮 你可以小程度的去调整视角 尝试接近或者是远离你的主角 偶尔你也可以透过Page Down这个按钮 变成2D上帝视野 Page Up这个按钮 变成3D第一人称视野 最后当你击倒所有敌人 走到最后面的蓝门 就可以进入You Win的阶段 你真的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用一小时就完成的游戏 对吧 有了3D Camera 真的可以让你很快地完成 各式各样有趣的3D游戏 我心中的《谬师女神》 又开始提供给我 源源不绝的游戏创意了 光是这样想就觉得兴奋不已了 那么具体到底要怎么使用这个3D Camera的功能呢 首先你可以透过画面上的QR Code 或者是到说明栏里面 直接点选原始码的URL 就可以下载到我这个专案的原始码 进行参考了 好 接下来我只针对几个重点进行提示 以便当你在看程式码的时候 加快你的理解速度 提升你的阅读体验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设计整个版面 一开始你真的只要把它当成2D上帝视角的动作类型游戏来设计就可以了 差别只在于你的玩家 敌人 以及墙壁 都是需要有高度的3D Shape 接着针对这些元件 新增行为 好不说Solio 汽车行为 子弹行为 以及指定碰撞的行为等等等等 说实在 这真的跟你之前 透过C3设计2D平面游戏 没有任何区别 当你的角色以第一人称视角 沉浸在3D世界之中 你会需要具有高度的墙壁 玩家以及敌人 这边可以采用3D Shape这个物件 要注意的是 当你如果透过2D上帝视角 转换成3D第一人称视角 那么 当你在贴图的时候 你的Back则是代表脚底 Front代表头顶 Lift代表背后 Right代表前面 Top代表右侧 而Button则代表左侧 针对这个Prototype 透过Z-High这个参数 来设定物体的高度 如果3D Shape中 Z-High代表物体的高度 那么Z-Elevation Z轴海拔高度 就是代表世界的高度 也就是 当你3D第一人称视角 进入游戏之后 3D模型所在的高度位置 结合3D Shape 以及Z-Elevation 你就可以开始建构 整个游戏世界了 你可以看到 就除了上面这几个步骤以外 其实整个过程 跟创作2D游戏 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区别 好啦 再来就是最重要的3D Camera 3D Camera呢 可以从物件面板中新增 新增完成之后 你只需要在 EveryTicker 建立一个A旋 这个A旋为 Look Parall to Layout 指定相机的位置 也就是XYZ 你可以填写Player的XY 这边预设的高度 Z轴是10 你也可以设定成Player.Z加1 观看的角度 其实也就是3D视角里面所面向的角度 我们希望跟玩家相同 所以只要填写Player.Angle也就完成了 不过 这个纯粹的玩家第一视角 经常会导致某些玩家感觉到晕眩 这就是俗称的3D晕 所以我要另外设计一个 Camera Follower 让它跟在玩家后面一段距离 然后再透过 Look at Position的A旋来达成 它会看着玩家的背后 但是它其中运作的原理也是 将去不远 最后 我还想设计一个2D 3D的切换功能 在这个游戏中 我特别想要设计 2D上帝视角 因为这样可以方便让你体验一下 透过C3设计一款 3D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过程 是怎样极端的简单 就好比说 当你把视野拉上来变成2D上帝视角 其实你就会发现 设计这个游戏 跟你先前设计2D游戏 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我设计了一个变数 代表观看模式是2D还是3D 接着 当观看模式回到了2D 仅需要透过 Restore to 2D Camera的Action 就可以轻松达成 2D上帝视角的目的了 OK 这个专案另外还有一些小巧思 我相信这些对你而言 都不会是太困难的 你只要下载这个专案之后 仔细研究 就可以知道我的设计流程 到底还有哪些内容 简单总结一下我的看法 如同前面提到的 Gameshara跟C3彼此之间 一直以来都是强劲的竞争关系 然而 C3在今年度 几次大型改版之后 从视觉上 你就可以很直观的发现 C3在功能面上 已经一定程度上的超越了Gameshara 不过凭良心讲 E目前现有的3D功能 也不尽然都非常的理想 特别是这些功能 在实际操作上 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好比说 Z轴的操作并不直觉 不像Unity可以 沿特定轴心旋转虚拟世界 还是只能像舞台剧一样 前后移动整个世界 游戏开发上 仍旧不方便 另外还有像是 Z轴重心 Z轴碰撞 以及反弹 也都需要自行实作 这些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 能就限制开发者 在进行3D游戏的设计 无法100%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不过呢 基于这几年 C3团队在开创新功能模组的积极程度 我对于C3仍旧有的高度的信心 也很期待C3后续 能够针对3D的功能 持续进行精进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钟义 始终的钟飘逸的义 那就让我们下次 再见 你好 这边推广一下 我们家绘师小羊的新贴图创作 就是咪的咪咪咪咪日常第四集 本次的贴图包含 你看看你 你说说看 你懂得你先请 生七七 压力三大 懒懒得 赞赞 等等 许多有趣的贴图 很适合朋友之间调侃 嬉闹之友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或者是到Nicestore上面参观选购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夫妻俩 创作的原动力 非常感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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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啦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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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啦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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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啦